烦恼到来后无所谓 我们在人间经常讲一句话叫无所谓 今天把它上升到佛法的理论来讲解 无所谓就是趋烦恼 如果你对任何事情都不追求了 无所谓了 你的烦恼就没有了 要看破一切 如果看不破 放不下 就是有所谓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因缘合合而成 人活在世上就是个因缘 因缘是自生自灭的 这个因生出来之后 等到缘成熟了 就灭掉了 没有了 就像妈妈把我们生出来 等到我们长大了 妈妈过世了 跟妈妈的这段缘分就没了 就灭掉了 就灭掉了 其实妈妈跟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段缘分 这就叫因缘 因缘自生自灭 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就是自生自灭 有生有灭就是有生出来的就一定会灭掉 比如 今天人生出来 以后就一定会死 犹如你今天吃了不好的东西 生出这个因 肚子一定会不舒服等等 这就叫 有因有果 因缘 从佛法上讲 叫法缘 真正的因缘 一定会传几十年或几百年 是一种很自然的衍生 因缘在几百年之后 一定会自然结束 比如 你今天爱得再深 不论是你的妈妈 还是你的爸爸 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没了 要记住 因缘是自然的衍生 会自然的灭亡 自然的消失 所以任何事情 任何东西 都不能看得太重 太执着 在一个开悟者或智者的眼中 因缘没有生灭 生灭一直在延续着 所以 将自然称作无所谓 自然来的东西 要对它无所谓 自然来自然去 要把自然变成无所谓 实际上 你就没有生灭了 没有生出来 也就没有灭亡 要透彻地去领悟 明明有生灭 为什么说没生灭 师父刚才不是说 因缘有生有灭的吗 为什么又没生没灭呢 生灭 缘分是一个法源 是无穷无尽的 因为这个缘分尽了 那个缘分又来了 比如 一个人离婚了 以为自己这辈子 再也不会有婚姻了 一旦有人给他介绍了 心又动了 又开始谈恋爱结婚了 你们说 有没有生灭 要透彻地去理解生灭 明明心中 有个无明不明白 糊里糊涂 为什么又说 无无明尽 无明是没有尽头的 是没有生灭的 比如 明明有老死 人老了就会死 而心经里的 一无老死尽 是说人的老死 是没有尽头的 人的苦难 也是没有尽头的 这世你死了 下一世 你有头胎了 就这么永远的轮回 明明有烦恼 众生烦恼 夜里烦恼 明明有这一切的烦恼 为什么说 无烦恼故 因为把一个大无畏 一个无所谓放上去了 烦恼的本质 发生了变化 师父今天 给你们讲的无所谓 另外一个理解 就是大无畏 大无畏就是 把什么都看穿了 放下了 什么都无所谓了 还有什么 可以牵挂的 如果对任何事情 都无所谓 那就没烦恼了 但是 有多少人 能做到 无所谓 无烦恼呢 而这一切 都是无自性的 无自性就是 没有本性 本源 佛法称为 无性 因为这一切都是无性的 根本不存在的 都是空的 无自性的东西 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不是 从内心发出来的 就不是本性的东西 就是空洞的 无自性 烦恼就像一只蜘蛛一样 再给自己编织一张网 这张网就是烦恼网 你的烦恼越多 编织的这张网就越大 如果把烦恼全部放在身边 编织的这张网就越大 失去的本性就越多 所以不要把自己的烦恼 像蜘蛛一样 在心中编织一张网 这张网也叫 怨结之网 因为所有的烦恼 都是因缘所为 比如 有的孩子 与父母关系不合 孩子恨父母 父母也会恨孩子 越恨这张网 就编织的越大 而这张网 就是因缘之网 孩子对父母不好 是过去的因缘所为 当你感到因缘 是真实的东西 你才会有得有失 师父经常给你们讲 凡是有生有灭的东西 在人间是不能长久的 在人间不能长久的东西 就是假的 因缘是真的又是假的 如果你不把烦恼放在心上 就不会有烦恼 烦恼怎么会有的 就是因为你把它放在心里 把烦恼放在了心中 最重要的位置上 才会衍生出更多的烦恼